音乐名著《古典风格》 罗森著 莫扎特的协奏曲 2 莫扎特 K271 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K271 是一部戏剧性的作品,利用发展和重演来创造张力和释放。 漫月章也充满戏剧性,表达了悲伤和绝望。 它的构造与第一个动机类似,但更简单。 乐团的开头乐剧式影剧,由钢琴展开和装饰。 然后钢琴放大了介绍性呈现的前几个小节, 并以最后六个小节结束,再将一大调和小调之间震荡。 在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中,独奏的呈现本质上都是影剧的扩展。 然而,漫月章的开头比第一乐章的开头更加复杂和完整。 乍一看,这与其他主题的关系太明显了,不需要分析或评论。 与第一乐章的关系也是如此。 最后一个乐章是精彩的回旋曲,其中包括带有华丽装饰的下属吊小布舞曲。 它充满活力和不屈不挠的动力。 协奏曲的开头乐章是三首协奏曲中最重要的乐章之一。 它因其雄变的悲情和紧密相连的旋律材料而不同寻常。 开头乐章的话语逻辑成熟而为妙。 丰富的内声布写作和动作在第一个独奏进入的壮大准备中得到了体现。 莫扎特的其他钢琴协奏曲 1783年,莫扎特为自己创作了三首新的钢琴协奏曲。 所有这些都没有K271那样雄伟,并且是为小型管弦乐队而写的。 A大调协奏曲K414比他的同伴更抒情,构思更广。 1784年,莫扎特开始尝试协奏曲形式,创作了六首协奏曲,其中三首专为自己演奏。 将一大调协奏曲K449是一部比前三部中任何一部都更加生动的作品, 即使是为小型管弦乐队伴奏而写的。 K449的最后一个乐章让人回想起早期为协奏曲K175写作对位是中曲的尝试。 但有什么让K271与众不同呢? 它逻辑严密,内心丰富,是协奏曲中枢的代表作。 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K450和451是为他自己而写的,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 K450是第一首充分发挥管乐潜力的作品,其大胆地开头宣告了莫扎特的新冒险。 这个初始主题形成如此形式,是这个乐章所有主要主题的模型。 K450是一件技术上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作品,充分利用了管乐的潜力。 K451是较传统的作品,但它的光彩和比例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钢琴协奏曲K453 K453是一首优雅而多彩的作品,第一乐章的创新性保留在主调上,但第二主题却不安分而且含声不稳定。 K453的合声设计也很出色,令人惊讶地下降到降下中音调标志着开头Reader Nello的高潮。 发展部的开头,现在从鼠音下降。 以及在线的结尾。 K453具有大胆创新的慢乐章,使用对鼠调小调的意外转调和一系列半迎接转调来创造戏剧性和表现力的效果。 这乐章由相同的五小节乐剧构成,接着是沉默,一次是主和弦,一次是鼠和弦。 回归到主调是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举措,也是之前所有努力和呼逻辑的结果。 在最后十一个小节中,乐章透过一系列强大的转调和回归开头乐剧达到了高潮。 乐章以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的主题结束,保留到最后。 这一乐章是莫扎特对协奏曲种书转型的重要一步,使其能够承载最大的音乐分量。 这个乐章演奏起来很有挑战性,但莫扎特对喜歌剧风格尾声的解决方案是有效的。 如今,这些变奏曲通常演奏得太快,这掩盖了莫扎特逐渐加速和对比的计划。 莫扎特所有协奏曲中最伟大的中曲是F大调的K459。 他将厚重的巴洛克魔镜和对位模仿与轻快的回旋曲主题和副格融为一体,创造出复杂而辉煌的作品。 其形式既简洁又广阔,这乐章是莫扎特最具原创性的乐章之一。 钢琴协奏曲K466 莫扎特1784年的六首伟大协奏曲奠定了古典钢琴协奏曲的主线。 从此以后,技术就没有再进步了。 低小调协奏曲K466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属于使莫扎特在去世十年内成为大多数音乐家心目中的最高作曲家的系列作品。 这是贝多芬演奏并创作华彩乐端的协奏曲。 它代表了,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浪漫、作曲家的莫扎特。 K466是对莫扎特这一方面最全面的实现之一,19世纪正确地将其称为恶魔。 它超越了自身的卓越。 K466显示了纯粹音乐技巧的重要进步,特别是在维持节奏运动增加的艺术方面。 这可以在涉及独奏者和管弦乐队的第一个重要高潮中看到,其中节奏技术器的杂耍以如此熟练的方式完成,使音乐产生了浪漫的兴奋感。 K466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它利用了协奏曲形式潜在的悲伤本质。 独奏和管弦乐团从不互换它们的特色乐句而不重写和重塑它们,然而协奏曲的素材却非常同质。 D小调协奏曲展现了莫扎特的戏剧风格。 主题关系和平行三度主导了声音。 莫扎特处理大量声音的能力,在细大调协奏曲中显而易见。 开场合奏连贯而宏大,展现了它管弦乐的宏伟。 K466具有特别丰富且富有创意的钢琴声部和新型键盘结构。 该乐章对音调区域及其稳定性,也有强烈的感觉。 透过快速转向鼠调小调来大大加强对鼠调的转调。 开头主题在在线部中以下鼠调音重新出现,这是莫扎特常用的解决方法。 K466有一个宏伟而宽敞的发展部,完全基于主音小调的辅助素材和高潮。 行版乐章是一首带有若音弦乐和波奏低音的永叹调,以最凄美的长呼吸小曲为特色。 乐章的形式很难描述,但它证明了莫扎特的自由和对结构情感力量的敏感度。 这乐章的特色是大节奏模式从三小节乐剧到二小节乐剧的加速, 然后是五小节乐剧,分成单小节单位。 这创造了一种向前运动和动画的感觉, 而较长的五小节乐剧则提供了平衡并过渡到最终的对称性。 整个乐章给人即兴歌曲和正式设计的印象。